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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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阔彼香港足球四年》的欧中 你終於回來了 很歡迎你回到香港足球三年 所以在網上都有很多球迷 有很多留言 媽星問你 不做球員會做些甚麼 不做球員 可能做廚師 你真的喜歡煮食 我喜歡煮食 經歷這麼多年 你覺得自己煮食 最好是哪一種 咖喱雞 還有意粉 意粉OK Steven Leung問你 覺得自己的實力去到哪裏 即是中超 中下游 還是中甲的水平 如果你問我 你做球員一定有自信 肯定是中超 麻旺就問你 身為神之子 見到羅氏夫婦離婚有甚麼感想 哈哈 這個問題很尖銳 羅先生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老闆 扮主 羅太也是 那時我見他們兩夫妻 都合作得很好 那實在會有點失望 希望他們兩個有機會 可以一起回合作 再搞個難話 嗯 Chan Chitman就問你 你跟阿濤 應該說是曾錦濤 你跟阿濤哪個帥氣 阿濤啦 我這些老的就不帥氣了 哈哈 好啦 Edmond Chan就問你了 試過在香港踢球 最低人工是多少 在外國最低又是多少錢 嗯 一開始踢零八 第一年好像是 三千五 全職是三千五 十六歲那一年 十六歲那一年 是 那去到普甲 或者去到外地的時候 那時說我最低人工 我也是 OK 好 有個球迷就幫你搭了 是五百八十九元歐羅 是嗎 對 差不多 OK 好啦 陳永雄就問你 當年藍化不要你 有沒有很大的失落感 他不是不要 是我自己走 是啊 因為那時他給我一張約 我自己選擇去了華賓 因為那時華賓給了機會 我去日本 所以我選了去華賓 好 林家希就問你 這幾年是不是賺了很多錢 哈哈 嗯 OK 夠買車買樓 對 余文傑就問你 怎麼看現在最最高的結智 嗯 怎麼看 因為我只是去年看過一場而已 沒什麼留意 嗯 我覺得 啊 不夠那時的藍化厲害 哈哈哈 M&T恤就問你 貴州智城的美女董事長那麼得 有沒有想過晉身管理層 哈哈 當然沒有 我不做這些事 哈哈 我只喜歡踢球 OK OK Lono就問你 當初去貴州是自戰 還是貴州的球球體重呢 呃 是我經理人 是吧 我一個北京的經理人 是他聯絡的 OK 沽鬱於就問你 對著梁振邦有沒有抬不起頭的感覺 有沒有需要向他道歉 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因為呢 有很多球迷都有一個感覺 就是說 當時你去貴州城市 原本是簽了傻邦 因為你插著腳上去 搞到最後就簽了你 沒有簽到他 你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到底是什麼 沒有 完全沒有 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計劃 所以 又不見會簽不到法導師 是 所以傻邦和傻邦的朋友 可以說是香港 就是在球壇上最多聯絡的一個人 所以 完全 我們大家沒事 是 OK 大家都知道 你24歲的時候 就是2014年 就 毅然在香港放棄 香港夾組的身份 就是外地闖蕩 那 怎樣來這份的勇氣 喂 其實現在想起 都覺得很激 因為可能那時候已經 就是不可以說 驗了香港足球 可能踢得太多 因為我已經17歲開始踢 已經踢了七年 踢了七年都是那些對手 但是 我可能在香港 已經 小時候已經踢南華 所有很多獎勵都贏了 所以好像沒有什麼追求的特別 還有我覺得 獎項那些 是真的要好看你的運氣 其他方面 不是說你踢得好就真的拿 所以 我其實還有一個希望 就是可能拿香港的張先生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 我是沒有可能 如果還在這個位置 其實沒有人拿到這個獎項 所以我就 有這個機會 就立刻出去了 是 你這個外廠的經歷 其實都挺驚奇的 你首先 就去河格那裡試腳 其實河格 據聞都已經看中了你 後來是因為簽證 還是身份的問題 不要你 因為是 如果荷蘭 你不是本地外援 他有一個最低工資 那個最低工資 我忘記了多少錢 總之很貴 總之是在他那一波 最貴的都未達到這個數 那不可能是簽我 意思是說 你是一個非歐盟的球員身份 一個最低工資 更高於他的歐盟的最高人工 所以不可能是為了你 簽了這個球員 但是因為這個機遇 就多了一個機會 他就介紹了你 去踢這個蒲甲 那去到葡萄牙 那個生活和荷蘭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 很不同 老實說 我在荷蘭那裡 就比較偏僻 那裡 所以我去到 李斯坡那裡 是來市中心 還有 有唐人街那些 所以其實適應 都不是一個問題 我基本上 住了幾個禮拜就熟了 荷蘭人應該會 說英文的 多於荷蘭 是的 那荷蘭那段時間很短 都是 有沒有兩個星期 有三個星期 至到一個月 我忘記了 那兩個歐洲的地方 給你感覺如何 我留在葡萄牙那麼久 當然是對葡萄牙的感情 比較多 其實荷蘭都是短期 當一個旅行 感覺 但是你的決心真的很大 何隔不要你 就算去到葡萄牙 你一定沒去過 兩個地方都沒去過 沒有 都去試 那你是好像 不成功變成人的心態 因為我 買機票 脆了一下 我覺得已經沒得回頭了 你一回頭 一定被人笑 但我看到這件事 就說你也會去旅行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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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我對自己有一個交代 的確是因為當年大家還很記得 你是出國的那種準備 甚至在試過期間 不定都有人看死你 覺得你幾晚就回來香港 總之你都沒有令到大家失望 都有球會要你 最大的得值當然是 眼界擴闊了很多 見識到原來 高水平足球原來是這樣踢的 你在香港一直踢 你永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這樣踢的 你還沒拿球 看到幾個人已經衝過來想殺了你 所以那個感覺 你在香港找不到 據聞是練球已經成了戰場 不是練球已經成了 雙腳飛 不斷吵架 你飛我我飛你 還有聽說 蒲餅那群都很慘 嘩 那群更瘋 那群全部 那群全部 是 類似是瘋的 嘩 雙腳是 踢到頭 嘩 嘩 所以 嘩 刮過香港的街場 刮很多 街場可能是 踢你兩下 不適合就打架 但那裡是 你不能打 每次都這樣 硬 就是五球這樣 你不能避 你香港可能是一個 比較 安逸的環境下 你來練球 大家都 你踢不踢不踢就做好比 但不是 人家是 留在這裡 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所以練球那時候 已經是一個 表演自己的機會來的 所以 你要更加 一練球 要很重視 要來了 要開球 不可以好像在香港那樣 閃閃 其實是否一路未簽約 都是沒有人工 沒有 簽約的時候 那是一路在撕自己的積蓄 對 有沒有想過 可以熬多久 沒有想過 可能熬半年至一年 你決心相當大 因為聽你訪問都說過 沒有決心 在當地 你很難有機會 爭取到表現 或者簽約機會 對 其實 老實說 你要別人去看你的香港 基本上沒有可能 怎麼會別人看你去香港 人家在葡萄外面 都說 你香港是不是有職業的 還是怎樣 他根本不知道 你香港有足球 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不是這樣 自己走出去 人家不會理你 所以你一定要 拋低香港一點 如果你真的想出去 你一定要有這個決心 才行 當時我告訴你 我住在那裡 是沒有電視的 什麼都沒有 我沒有看電視 我是有葡萄牙的 我在葡萄牙年半 兩年 一個電視也沒有看過 家裡也沒有電視 還有家庭也沒有電視 什麼娛樂都沒有 職業足球就是這樣 不行就走 不行就走 所以我說 那時候 可以轉了二十幾三十多年 不停來 不停走 不停來 可能今天列圓 還要握手 吹水 明天去哪裡 沒有了 就走了 很多這些 是的 是不是就算簽了合約 都不代表你一個區 繼續留下 是的 如果你看得不好 就馬上離開了 你外廠的期間 據聞你好像 都遇到阿T 即是阿大惠盡 是不是 他來過你的頭 那裡試腳 那時候 他過來我們那裡試腳 之後 還跟我一起住 都一個月了 去了我家裡住 是 他投靠你 照顧著他 他爸爸 放下了 放下他 在葡萄牙給我 是 但是他都很 就是這個年輕人 是很有決心 就是他也是 所以現在他踢鷹甲 就不奇怪了 因為他由十二歲 已經開始 自己在外國 跟他爸爸 每天都練球 就是 有私人教練練 所以 他現在有這個高度 就是不是偶然 是自己靠努力回來 是 香港08 就是叫做 剛剛你出道的時候 那時候是黎sir 是 黎sir 你有沒有說過什麼 令你很深刻 每個人都說他魔鬼教練 有有有 他說經典 是 踢 董智英 那個精英決賽 我在那裡玩東西 很多機會都不捨被人入 之後本來的MVP是我的 之後 好像是黎sir 打給Like 叫他不要給我 之後 完場 他再打給 我那時候 董智英的教練 之後 用錯話好像罵我 之後 原來 他再打給我 問我 在香港08 原來他很喜歡我 我真的想弄走你 不知道為什麼 之後到一開始 大家都知道 08 他給我一個小孩 滑牆 踢足 十二碼我射 佛球 那時候 我是89年 人家是84 85 那班 他給一個小孩 滑牆 踢足 我到最後 我踢得最多 之後選了我 加入香港隊 之後奧運隊 全部都是他打我出來 所以我 很感謝他 現在夢想的教練 世榮 也是他的徒弟之一 有些人說他有點像黎瑞 你覺得呢 是嗎 都有 他執行那一段 執行那些戰術 那時候都是 還有 他給了很大的自由度 給那些小孩 給那些球員 我覺得黎瑞 我覺得最好就是你 那時候他還叫我 對著高雷路 不要給我 再吸回去 玩他 塞了我的 他給了一些信心 給我的年輕球員 我就不斷放膽 不斷扭 不斷扭 是真正比賽的時候嗎 真正比賽 他在公民 我還記得 那時候公民比賽前 拉筋 不知說笑 他不能叫我 走過來 那時候我什麼事 我已經害怕了 一拳摸過來 摸過來 醒了什麼 然後就醒了 然後立刻一開球 不知就 就入了那個球 就是被他打了 但是 但是真的聽人家說 他真的喜歡你 他才會這樣做 如果不喜歡他 他不會理你 講到阿濤 或者阿輝 葉鴻輝 都是阿和哥的徒弟 那你算不算 都是阿和哥的徒弟 算是 為甚麼我們是阿和哥的徒弟 因為阿和哥是教 我們奧運隊09 我們全部 八九九零那班 是他帶出來的 然後 跟了阿和哥 年紀兩年 然後 李Sir就選了我 上08 所以一開始都是和哥打的 他跟阿李Sir 就是和哥和李Sir 誰比較兇 嘩 這兩個就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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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比較兇 和哥不會打 李Sir會打 但是 如果說我 我會怕 李Sir多些 他的眼神 他這樣看著你 真是害怕 和哥 我就不怕他 哈哈 當了他 算是一個舞會 因為自己在香港 踢最久的球會 就是南華 還有 在南華 我也 拿了不少獎項 所以 都很有感情 是 當時 看到他突然不搞 你在哪裡 那時候 在葡萄 不是 在 在貴州 是 是吧 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 不相信這件事 是這件事實 因為南華不搞 沒有可能 就好像英格南華 你不搞 沒有可能 原來真的不搞 哈哈 所以就 覺得 香港 球員 可能 沒有什麼保障 就是突然 這間球會也不搞 第二間會也不搞 不奇怪 南華也可以不搞 哪一隊球都可以不搞 所以 有這個問題出現了 會不會覺得自己的成名 太早 當時有點飄飄然 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飄就沒有 但是 很快到了這個位置 就是 人期沒有人太高 你一 表現不好 或者你很久不入球 就馬上踢得不好 立即攻擊你 這個就是問題 絕對是 當年記得你 十幾歲 十八歲左右 第一年在南華 已經一個入十幾球 是 那是不是對你的要求越來越高 尤其是南華的球 不一向都出名要求高 是啊 是啊 所以 但是我覺得 人們都說 你穿得南華的衣服 還要穿十號 那你一定要交足功課 我覺得 這個壓力 是我一定要承受到 你才穿到的 所以我那時候 還可以 是的 就是你小時候 已經習慣了 被人批評 對 有沒有試過被人罵得最金 是什麼事 被人罵得最金 最記得有一次 對傑志堂揹 已經有個西裝友 在球場上罵我 我忘記了 什麼樣子 然後 他還在外面門口等我 在大樓場外 我換衣服 還在指揮我 那時候 我忍不住 然後 不知道誰抱著我 是不好的 哈哈 我十幾歲已經 經常面對這些問題 所以 你說現在 有很多球迷 可能 會在網上說 不喜歡我 說我怎樣怎樣 所以我都覺得 沒什麼 我已經習慣了這些 我還很感謝 他們 這樣留意我 貴州是一個 怎樣的城市 是一個 爽爽貴陽 天氣很好 夏天就不用喝冷氣 冬天又會很冷 所以 但是 它不是一個 它不是一線的城市 所以 可能會有些落後 跟香港的相差很遠 但是 我都沒什麼外出 我多數都是睡在房間裡 就是說中國的比賽 那個 文化 是南北 是很大的落差 是 有沒有試過去到 作客 去到一些北方地方 有些很奇怪的經驗 有 就是去沿邊 去那些很遠 就是 只是朝鮮來的 都是 下雪 晚上很冷 就是 整個韓國這樣 你猜不到 中國 會有一個城市 整個韓國這樣 那裡是講葡文的 全部 跟韓國沒有分別 說韓文 說韓文 是朝鮮族 因為我有一個 年輕人 跟我很熟悉的人 那時候在葡萄牙一起踢的 他就今年 買了去華夏 他也是延邊人 所以我跟他很朋友 所以我一直都想去這個地方 上年就去了 是 即是那些北方球員 那些踢法 是不是真的 比較高大棍 或者身體的學識更得強 因為南方 我們南方 第一時間 就想一下腳下 先給腳 會扭你 但是 北方 就不會 不行 就大腳 然後就幾個身體 就給身體 兩個想法 出發點 是很不同的 像不像那些 英式的高Q大棍 都像 他們 一有什麼 不信 就立刻飛鏟 對 我們南方人 就比較 會 內斂一點 到 中甲那段時間 準備中超 中超之前 就有一個 受傷 那其實 會不會有些 覺得很可惜 會的 會的 會覺得很可惜 那時候一開始很不開心 就是 踢那麼久 沒試過受傷 突然之間 在最重要的關頭 你有受這些傷 如果我不是受傷 可能我現在還沒踢 就像法老師一樣 因為 那時候我和他一起踢 那 突然之間 我傷了下來 他們繼續在上面 堅持到這樣踢 那他們不會換他下來 所以 這個也是有些可惜 不過人生就是這樣 其實我已經算很幸運 自己有這個機會 去到國內 那 參與到有些比賽 還有 可以跟這些 這麼高水平 俄門練球 和待遇都很好 所以 其實我覺得已經 自己算很幸運 有一踢 已經當成功 那當然是好 對吧 但如果沒有踢 那你也要 繼續 自己準備好自己 一有機會 就有一踢 家人又怎麼看呢 都會支持我 因為我頭是有點惡言 但他都知道我 選了這條路 就會很支持我 支持得很低 因為他知道我從小到大 我決定的事情 是不會回頭 沒有一些家庭的壓力 你都出去了這麼久 做什麼的 又不知道你踢成怎樣 又不知道你表現如何 不會 總之我有被加 就可以了 居民在大陸的時候 試過踢球都病得很厲害 是啊 而且你 整天都是 所以我買了一堆 一堆康蓋師 包藥這麼大包 所有藥都有 藥都佔了 藥佔了我 一半 這兩年有個小陽春 早兩年的香港對中國隊 打和 曾經有一個憧憬 就是好像繼東亞運之後 香港隊有些希望 現在近幾年的香港隊賽事 入場率都不錯 是 總共有幾千人 比起聯賽是多很多的 那你當時以一個 在外廠的身份 看回這些比賽 會不會有孫生氣 沒有機會自己踢 都會有的 你作為球員當然想踢 所以 現在回來 希望踢得好些 有機會再入香港隊 很多人都會形容 阿Kym常給你機會 現在他沒有帶香港隊 你覺得自己的機會 會不會多了 現在未知 未考評論 要看看現在這個教練如何 才有沒有對比 好 問問歐聰 2017年 去年年尾 在香港開一間餐廳 為何他去開餐廳 沒有 我當時覺得 剛剛有一個機會 就是我和我有幾個partner 剛剛有個partner 是之前做廚師的 有個班底 剛剛有個店鋪釀出來 所以酒牌和食牌 全部不用等 可以立刻做 我立刻不用想 所以大家一拍即合 立刻教 順便幫你宣傳一下 歐宗那間餐廳 在校福街 12樓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光顧一下 你這幾個月都是一個短暫的形式 和夢想簽合約 之後都有一個外廠的心 讓你選擇 你除了日本之外 會不會中國也是其中一個 會 因為 其實 我 其實 我不是這次 這麼突然的關係 其實我踢完 下年 即今年一庭今年的 其實下年都很大機會 會落中甲 是 因為我的經理人 已經跟我說了 所以 今次回來 可能 如果之後 可能那邊再有機會 就可能上去 會 很多謝你們一直 這麼支持我 希望 我這幾年的外廠 是沒有白費到 如果 大家想看我的 有沒有進步 踢成怎樣 就 今個星期日 清衣場 對飛馬 就看我踢成怎樣 我們期待 星期日的賽事 看看歐聰的表現 OK 今天很多謝你 謝謝 謝謝 你在看的是 香港本地足球專區 大家好 我是歐聰